新到手的模具使用方法 咱们拿到模具想要胶筑试试 就要像开头一样放在炉子上烘烤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模具有一定温度 胶筑铝水的时候可以轻松充满模具 不然胶筑稳度的铝水凝固快 起码要胶筑两次 胶筑稳度才会上来 还需要对胶筑口进行修整 让胶筑口可以顺利流入铝水 胶筑过去的对礼也有要求 不能算是生旅或者全是首旅 生旅大概占三分之一 不言就会容易开裂 遇到问题不要怕来问就行 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 能不能做一个具体重量的礼物呢 放进模具师可以调重量 贤重夺图几遍图模具就会变清 先请左右转动 把模具内部空气流大气 注意视频里这部操作 干锅里的铝渣一定要打捞杆 这样胶筑的礼物表面光滑无撒眼 视频里就是仿年胶筛 没有修胶入口 看看效果 如果你也喜欢胶筑的话 给什么关注吧 今天我失去的爱情